我们来看《路加福音9》15节 耶稣转身被两个门徒说 你们的心如何 你们并不知道 撒母的记下13章到15节 我们先念13章15节 随后暗嫩及其恨他 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 更胜对他说你起来去吧 他妈说不要这样 你赶我出去的这罪 比你才行得更重 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 接下我们看《猎王记》上 《猎王记》下5章20到27节 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 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 受他带来的礼物 我指着永生耶二华启示 我必跑去追上他 向他要歇 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 乃曼看见有人追赶 就急忙下车迎着他 说都平安吗 说都平安 我主人打发我来说 刚才有两个少年人 是先知门徒 从以法莲三帝来见我 请你赐他们 一他得莲银子 两套衣服 乃曼说 请受他 二他莲得 再三的请受 便将二他莲得 银子装在两个口袋里 又将两套衣衣赏 交给两仆人 到了山岗 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 放在屋里 打发他们回去 基哈西进去 站在他主人面前 以利沙问他说 基哈西你从哪里来 回答说 仆人没有往哪里去 以利沙对他说 那人下车转回 银正里的时候 我的心 岂没有去呢 这岂是受 银子衣赏 买橄榄圆 葡桃圆 牛羊 湖杯的时候呢 因此 乃曼的大麻风 必沾染 你和你的后裔 直到永远 基哈西 从以利沙面前 退出去 就长了大麻风 像雪一样白 接下来看 我们看 猎王纪上十九章 以利沙见这光景 救起来逃命 到犹大的别士 八江湖人留在那里 自己在旷野 走了一日的路程 来到一棵 罗藤树下 求死 说 叶华罢了 求你取我的性命 因为我不胜于 我的列祖 他就躺在 罗藤树下 睡着了 有一个天使 拍他说 起来 吃吧 他观看 店头 有一瓶水 与烫火冰 他就吃了 饿了 仍躺下 马可福音 十四章 十到十一章 德尔门徒之中 有一个家略人 犹大去见祭司长 要把耶稣 交给他们 他们听见了 就欢喜 又应许给他 因子 他就寻思 如何得便 把耶稣交给他们 接下来我们看 《使徒行传》 十二章 十九到二十三节 西律找他 找不着 救神问看守的人 吩咐 把他们 拉去杀了 后来西律 离开犹太 下 该撒利亚去 住在那里 虚拟恼路 推罗西顿的人 他们那一代的人 是从王的土地得粮 因此就托了王内侍 成 柏拉斯都的旗 一心来求和 西律在锁定的日子 穿上朝服 坐在位上 对他们讲论一番 百姓喊着说 这是神的声音 不是人的声音 西律不归荣耀给神 所以主的使者 立刻罚他 他被从所咬 气就绝了 接下我们看 以西节书二十五章 一到七节 耶和华的话领导我说 人子啊 你要面向 亚门人说预言 攻击他们 说你们当听 主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的圣索被泄露 以色列地变荒凉 由大家被掳掠 那时 你们便因这事说 啊哈 所以 我必将你们的地 交给东方人为业 他们必在你的土地上 安营居住 吃你的果子 喝你的奶 我必使 拉巴为骆驼场 使 亚门人的地 为羊群躺卧之处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接下来我们 天帝王记下 二章十九节 二十三 二十三到二十五节 以丽莎从那里上 伯特利去 正上去的时候 有些童子 从城里出来 嬉笑她说 秃头的上去吧 秃头的上去吧 她回她看见 就奉耶和华的名 咒诅他们 于是有两个母熊 从灵子中走出来 撕裂他们 中间有四十二个童子 以丽莎从伯特利 上加密山 又从加密山 回到撒玛利亚 罗马书三章十节 就如今上所记的 没有一人 连一个都没有 以弗所书五章八节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 如今你们在主里面是光明的 行事为人 就当向光明的子女 诗篇 一百九十九篇 九节 少年人用什么 捷径他的行为呢 是要遵行你的话 诗篇 一百一十九篇 十一一节 我将你的话 藏在心里面的 我得罪你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节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乃是都要改变 好 感谢主 今天的经文比较多一点 但是呢 让大家有一点了解之后会比较好讲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哇哦 这是我吗 很多的时候啊 我们呢 似乎有一些的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 哦 我们不知道别人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有时候我们给自己呢 打了个满分 但是呢 好像别人给我们的feedback会觉得 呃 你怎么会这样 你怎么这样子呢 你这样真是不对哦 所以呢 好吧 我们今天呢 透过圣经的经文来看这些人呢 他们也有一些啊他们自己啊生命当中的问题 可能平常没有办法发现 但是在一些的危机时刻的时候就会彰显出我们老我的性情来啊 我们盼望透过这个信息呢我们大家能够知道说啊我们也是这样啊也许他我们提出了这些的例证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但是我相信圣灵在我们的当中透过这个信息在分享的时候我们来显示自己我们的里面啊有哪一些的部分啊可以啊被主修剪掉啊可以变得更好使人看到我们的啊外在内在的时候是表里 都被想了啊意不意的哦使人不会再跟我们讲说真实在欢歌而已 啊不得工地进行我们啊 啊哦那是你吗 torch Có Yeah 耶稣带着门徒们到了撒玛利亚省 入境撒玛利亚省的时候 我们知道撒玛利亚这个省 他们是被以色列人排除的一群人 那住在这个省里面的人 大部分他们原本是犹太人 但是他们大部分跟外邦人联姻之后 他们的血缘种族有掺杂 以至于以色列人、犹太人 他们就排斥他们 所以这群人他们就住到了撒玛利亚省去 那当耶稣带着门徒 要经过撒玛利亚省的时候 撒玛利亚人因为有这样子的背景 所以他们就不接待耶稣一群人 于是就门徒就跟耶稣说 耶稣不如从天上这样一把火下来 把撒玛利亚人群给烧灭好了 看到人的里面其实是很凶残的 当人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 人没有恩待我们的时候 好像我们老我的性情 那那个属撒玛的部分就会随时 随时的冒出来 一样的这两个门徒 他们给耶稣的这个从天降火的这个建议 耶稣就责备他们 圣经说用责备两个字 可见耶稣讲这话的时候 是非常serious的 对他们讲说 你们的心如何 你们并不知道 你们绝对不知道说 你们看来好像你们跟从主 好像有主的性情了 但是在一些危机的时刻的时候 哇你们是凶残的 哇真的是让人家点点点 我要从这个点上来看 来引出一些圣经里面的人物 也是这样 好第一个我们就来看 鸵鸟心态的大卫 大家都知道 大卫是何神心意的人 但是大卫呢 他在生命的当中 也有一些的部分呢 是上帝要他改变的 我们来看到大卫呢 他曾经有一个事件 引起了他家里面很大的杀鸡 原因是大卫的妻子 生的孩子 大卫的长子叫做暗嫩 但是呢 大卫呢 还有另外一个妻子呢 生了这个鸭鸦龙 还有他妈 但是这个暗嫩呢 他却喜欢了 这个鸭鸦龙的妹子 他妈 好了 于是呢 这个暗嫩就设计啊 说自己病了啊 然后要这个他妈来 来送食物来给他吃 但是这个契谋的当中呢 暗嫩呢 就侮辱了这个他妈 就玷污了这个他妈 好 所以暗嫩玷污了他妈之后呢 暗嫩呢 对于这个事情啊 暗嫩非常的懊悔 懊悔的原因不是 因为欺负了 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而懊悔 他的懊悔可能 神学家研究他可能是担忧啊 他会因此而失去他的王位 因为大卫他是大卫的长子 照理说继承 这个王位的呢 第一个人选是他 但是他因为 犯了这个事件呢 所以他醒悟过来之后 他发现糟了 他可能会一直呢 损失 损失的比他在奇遇当中 所享乐的呢 更多 多得多 于是他在这当中他恨恶他妈 好了 但是他妈的哥哥呢 亚沙龙他非常非常的疼爱这个妹妹 他发现妹妹受到这样子的屈辱呢 但是父亲大卫却没有为这件事情做处理 大卫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因为都是他的孩子 因为这样子的偏袒呢 大卫没有做处理的这个状态 却在亚沙龙的心中蒙下了杀鸡 亚沙龙开始觉得对大卫 大卫呢不再信任 亚沙龙呢想要透过自己的方式来处罚暗论 于是呢 亚沙龙里面的这个毒根开始生根 这个毒根埋藏在亚沙龙的心中两年之后呢 亚沙龙呢设计在剪羊毛的时候呢 设计把暗论给杀了 那么我们来看到因为大卫这个妥妥心态呢 导致了凶杀进到他的家中 当然有可能有其他的原因 但是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甚至于我们看到后来这个亚沙龙呢 甚至于开始要追要篡夺王位 要追杀这个大卫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鸵鸟的心态啊 所带来的是事件的整个的 整个被扩大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 是不是很多的时候啊 该处理的事情我们却担言了 我们觉得明年再做 明年再处理这事情还没有到了 到了该处理的地步 也许圣灵已经提醒你了 可是你可能自己有一些的单言 或者是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 就好像鸵鸟一样把它埋起来 不处理了 但是事件仍然在研发它的伤害的当中 用姐妹盼望我们不要在这样子的情况的里面呢 以至于后来呢 导致了很大的伤害的时候 以至于无法处理 在别人的眼中就觉得天哪 因为我们没有去处理正式的问题 而导致了各样不良的结果 而对我们这个人的评价呢 对我们这个基督徒呢 的看法呢 打了问号 再来我们来看到另外一个 是甲公祭司的吉哈西 我们知道这个吉哈西 它是以利沙的普鲁古人 当这个以利沙呢 她医治好了乃曼的大马峰的时候啊 乃曼呢 她非常非常的开心 于是她想要送一些的礼物 来感谢这个以利沙 但是以利沙呢 她不收这些的礼物啊 她不收这些的礼物的时候呢 被这个吉哈西亚这个古人看到 吉哈西觉得好可惜啊 哎呀 这个乃曼送的东西都这么高 这个以利沙怎么不接受呢 于是这个吉哈西亚 她做了一个假意的祷告 她还跟主宣告说啊 她永生的耶二华寄仇 她一定要拿到这个东西 你看到我们的心里 是不是有的时候啊 真的是假神的名 实际上在做自己 自己的事呢 吉哈西在这个当中呢 吉哈西呢 她找了她的仆人 吉哈西也有自己的仆手下嘛 找了她自己的手下呢 就赶快赶快追上去这个 要回她的亚兰的这个乃曼 跟她讲说 乃曼 乃曼将军您等一下 我的那个主人以利沙要我来找你 哎呀 来了几个这个先知门徒来拜访以利沙 那以利沙就要我来跟你要一些的 可以送给这个先知门徒啊 这个乃曼想说 哦好啊好啊 因为我这东西本来就是要要给你们家主人以利沙的啊 好好好那你就拿去吧 哎呀这其实呢是落入了吉哈西的圈套一来呢 以利沙并没有要乃曼的东西 可以想象吗 如果乃曼 把这个东西给了吉哈西的时候 乃曼的心里会怎么想这个以利沙 乃曼的心里一定是想说 你这个以利沙 当面要拿给你的时候你不拿 现在我要走了 你又派你的仆人吉哈西来追上我 说你要拿我的礼物去恩戴你的仆人 你这什么意思呢 哎呀从这个世界我们可以找出一些端倪啊 其实吉哈西把以利沙给卖 这个仆人把他的主人给卖了 但是他自己却不知道 这是吉哈西生命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 另外一个问题是吉哈西的假公公祭司啊 他假仗是这个以利沙的名义 去要了这个乃曼的礼物 而实际上呢 他带着他的手下围城的当中 他也怕手下把这个事件拆穿了 于是呢他把手下吃开 把这些乃曼的这个礼 这些的礼要给以利沙这些的礼物呢 送到自己的家里面去 这些事情吉哈西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只有乃曼知 只有吉哈西知 岂不知神知吗 岂不知神的仆人知吗 岂不知圣灵会感动神的仆人知道吗 在这个当中 吉哈西以为他得了好处 实际上神的灵感动了以利沙 把吉哈西找来说 吉哈西你从哪里来 吉哈西你拿了南蛮的礼物 这件事是我知道的 吉哈西我要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你要长大麻风 你的世世代代 你的家人都要长大麻风 我们看到 哇哦 这个吉哈西所 如果知道他会得到这样子的结局的话 我相信吉哈西一定不敢去拿这个 这个原本要给以利沙的 乃曼所馈送的补补 所以我们从这当中来看到 甲公器丝所带来的 自己的生命的损失 是无可量算的 我们来看到 是不是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很可能甲公祭司呢 弟兄姐妹 我之前有一个这样子的经历 就是我以前做剧场 我们曾经去要到大陆去 找一些的这些的绣片啊 这些的手镯啊 手饰 那么有一天呢 就发生了一个事件呢 我觉得 就是这个吉哈西的事件啊 我觉得提醒我 因为我去买的这些的绣片 跟这些的手镯的时候啊 那个 那个 古董店的 接待的这个人员啊 就发现我常常会去他那里 于是呢 他就把那三个手镯啊 就私下送给了我 说是要给我的礼物 好了这些事情我非常非常的开心 我完全忘了 我是因为这个工作 我是替我的我的导演 接了这个案子 去做这个工作 所以这工作当中所衍生的任何的东西 都应该属于这个制作 而不是属于我个人的 但是我发现我个人的这个 这个 老我的 部分啊 突然长出来了 当这个 这个 古董店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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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呢 送了我这礼物的时候 你知道我多开心吗 哇我回到台湾之后 我在整理这些的东西的时候 我开心得不得了 我觉得 哇我从中得力 但是 当晚上睡觉的时候 圣灵提醒我说 把那三个手镯 放回去制作的 的那些的包裹的里面 那是属于公司的 不属于送的 对 你知道 那里面 请了多大的挣扎 我觉得那是我的 而且没有人知道 那就是给我的 是那个 五万店的人 给我的 但是圣灵在我 里面提醒我 提醒我 说把它拿出来 把它拿出来 一直挣扎 整个晚上 没有办法睡觉 到早上五点多的时候 我决定顺服 圣灵在我里面的提醒 我不要这个 不义之物 我把这个东西 还回去 还放在 我所整理的 这个要给公司的 这个 行囊的里面 当我还回去的 那个当下 我知道神的灵安 进到我 不用解脉 也许你会觉得说 你是牧师 你怎么没有这个 这个光解 你怎么没有这个 下大字 我告诉你 不管是牧师 传道人 或者是任何神的仆人 都必须经历过 各样各样的试炼 因为神要用你的时候 神就要你在这些的 试炼的当中 试探的当中 变成你的试炼 在试炼的当中 使你熬炼成为基金 以致你才能够成为 神的出口 唯一主所适用 没有一个神的仆人 可以不经过 这样子的试炼的 我感谢主 在我那时候 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小同工的 还没有进到教会来 全职服事的时候 我在世上的时候 神就对付了 我们这个问题 优优姐妹 盼望我们都不要有 这样的假如祭司的 这个部分 另外我要来看到 害怕威吓的伊利亚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一个害怕被威吓的人 伊利亚呢 她有极大的神迹 在加密山上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但是伊利亚 她的生命的里面 确实有一个 很怕人家 讲大声话的 这个部分 软弱在你面 不知道是从伊利亚的 家庭背景 还是从伊利亚的 成长环境 不得查考 但是从这个事件 圣经记载 《列王记》上的 十八章的 这个事件当中 我们知道伊利亚 行了大神迹之后 亚哈王的太太 这个恰伯 这个耶喜别 放出风声 说要抓拿这个伊利亚 要杀这个伊利亚 于是这个伊利亚 吓到呢 吓到 他整个魂不守舍 所以开始逃亡 他开始逃亡 到这个罗藤树下去 然后再也不服事了 他就自己躲起来 连神派天使来 叫他起床 他都起不来 直到后来 神自己来对他说话 神再一次地告诉他说 还有好多好多的事 要找他完成的时候 伊利亚才熟醒过来 伊利亚才从很多的抱怨 自以为 自以为委屈的抱怨的当中 才走出来 伊利亚姐妹 盼望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我们是不是一个很容易受威吓的人呢 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害怕那些 诠释者对我们的威吓呢 以至于我们就失了一些基督品格的 性情的准则呢 伊利亚姐妹 盼望这成为我们的一些的提醒 有时候你会发现 那个坏人讲话特别大声 有一句话说 大声的人好像讲话有理 真是这样吗 不见得 盼望我们的里面是刚强的 也许我们的情形是软弱的 也许我们是会害怕人威吓的 但是盼望靠着主 我们可以刚强 我们可以胜过那些的权势 我们可以是胜过那些的软弱 不是我们跟他们大扫神 不是 但是我们的里面是坚定的 我们里面对于神的话 神在我们的里面去讲为王的 这个根基是坚定的 以至于我们不惧怕人 我们敬畏神 但是我们不要惧怕人 第四个我们来讲到 说大话的 丙的优姐妹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的时候啊 我们讲的话超过了 我们所给人的承诺 多很多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的人 曾经讲说啊 那个人讲话听听就好 那个人讲话 要打点折扣 你可别群信啊 盼望这样的话 不要用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来看 彼得也曾经是一个 说大话的人 在马可福音十四章的里面 记载到几个彼得呢 耶稣跟他 跟门口们讲说啊 他即将要上十架的时候啊 这个彼得说啊 好啊 竹子啊 你放心好了 你上十架的时候 我绝对不会害你的 众人都可以离弃你 但是我彼得一定跟随你 但是我们看到 这样打包票的彼得呢 他却在活生生的耶稣 要走向各个他的时候 第一个圣经记载 第一个当众把耶稣卖的人呢 除了那个犹大之外 就是这个彼得 是吗 我们看到彼得吓到啊 他自己也被抓去定十架 彼得赶快躲到 躲到人群的当中去逃活啊 耶稣说啊 之前耶稣就曾经给他阅言说 计较三次以先啊 计较两次以先啊 彼得你要三次不认我啊 他说不会啦 绝对不会 我打包票 不会的 众子放心吧 别人可以把你卖了 但是我不会 哎呀 可是我们看到后来 彼得真实的 三次不认主的时候 鸡肉咕咕的叫的时候 彼得啊大哭啊 发现自己怎么有这样子 劳我的性情呢 与姐妹是不是我们也曾经 这样常常说大话 说话不合实际呢 让人家好像觉得 我们画的大饼啊 哦 构筑的美梦很好 但是实际上 跟我们接触了之后 跟我们更深的相处了之后 却发现 呃 你讲的话听听就好呢 他问我们是一个实在的人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圣经上说 若再多说 就是出云的恶者咯 我们有的时候 说话不切实际的时候 其实就是 火毁进了我们的心了 现在我们看到第五个是 这个财迷信长的犹大 我们知道呢 犹大他之所以 卖掉了主 其实是因为 他被财迷用 耶稣那么信任他 耶稣呢 的管队的理念呢 管财库的是他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犹大呢 他却被这个祭司长啊 还有文士啊 他们收买 为了这个钱财的缘故呢 他设计呢 陷害了耶稣说啊 如果我去 你们跟着我走 遇到耶稣的时候 我跟耶稣亲嘴 亲嘴 我一离开的时候 你们就会上前捉拿耶稣 好了 犹大一定想说 耶稣一定会原谅他 但是你知道吗 圣经里面记载了 耶稣曾经预言说啊 在这个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 耶稣就知道 犹大会卖他 耶稣曾经说啊 那个用手啊 跟我一起在 在饭菜里面 焦饼的 拿到嘴里吃的 那个人就是卖那个人 其实耶稣早就知道 犹大会卖的 耶稣还说啊 那个人啊 不如不要生到这世上 道好 意思是说 这个人还不如啊 还不如在母妇中啊 在母妇中就死了 算了 不要来到这世上 因为这个人怎么样 被撒旦遗幼 弟兄姐妹 不知道我们是不是 很容易被钱财遗幼呢 其实钱财是很容易 多过人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今天有一个工作 他是两万 另外一个工作是三万 有一个工作 他是很务实的两万 另一个工作 他很可能是 不是正经事业 他可能三万五万八万十万 要想卖 请问一下你会找一个 很务实的 很正经事业的两万的工作 还是你会银而走进去找一个 一万八万十万的 这个可能上帝不喜欢的 这些的行业来工作呢 这也算是一种被财力引诱 对吗 所以很多的时候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觉得 哎呀 那是只有犹大才会了 至于我们会了 其实神留下圣经 给我们有 对我们生命的塑造 有很大的益处 其实啊 我们真的没有比这些圣经的人物啊 跑到哪儿去 其实他就是在 神就是透过圣经这些人物来光照我们的光景 让我们可以读出我们的生命 一个里面的残渣 把这些的残渣除去 可以活出主的生命跟性情来 就好像是你在洗绿豆的时候啊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经验 就是当你洗绿豆的时候 你必须把这个绿豆渣 把它弄出来 在最后一次洗的时候 你会把它用力的 把这个绿豆啊 用力的给它转个几圈 让这个绿豆渣可以 绿豆末呢 它可以浮到这个水面上 于是你就把这个绿豆末给它撩掉 一样的我们生命的理念 常常必须要被主 把这个残渣给撩掉 把这个很多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上帝所不合心意的部分 我们把它撩掉 因为这些不撩掉的话 都很可能成为我们半叠别人信主的应用 再来我们来看 窃取别人荣耀的息率 我们知道呢 推流西顿这两个藩属国啊 对于西律呢 他们抄共 但是呢 这个西律呢 他本身并不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可是当他呢 开了一个跨国会议 来周旋这个推流跟西顿的时候 没有想到呢 他却成功的周旋了 这两个国家 于是呢 百姓非常非常的开心啊 百姓觉得这根本就不可能是西律所为 这一定是神的声音 不是西律的声音 一定是 一定是神的启示 不是西律有这个智慧可以处理的 圣经上在《始祖行传》的里面记载说 西律不将荣耀回给神 所以西律呢 就被虫子咬死了 虫子就可以把西律咬死耶 可见上帝的诚振是多么大的 很多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在浮世上 我们也窃取了神的荣耀呢 我记得啊 我常常讲到觉得自己长得不错的时候 我好像有的时候我也没有挥荣耀给神哦 我甚至于回家的时候 会自己再多讲几遍对着镜子 然后就觉得说 哇哦我长得真好啊 主啊你是不是觉得我长得真好啊 其实我后来仔细的回想一下 这样子的生命 其实就是切绝了神的荣耀 没有把荣耀给给神 甚至于很多的时候呢 我们也没有把荣耀归给 当得荣耀的我们的主人 或者是我们的老板 或者是我们的上司 是吗 很多的时候我们会以为 那个事情是我们做的 却不知道说那个事情呢 其实呢 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公司的里面 以至于我们才有这样子的利益 对吗 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把荣耀给给自己 这都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提醒 再来我们来看到 这个七跟八 其实有点相同 就是幸灾乐祸的 亚门跟爱族 取笑了他们的同志 亚门呢 这个亚门人啊 他们在以色列人的 这个犹太 犹大人被捕 然后以色列的地荒粮 圣殿被捕的时候啊 这个亚门人呢 他们取笑以色列人的光景 他们就说 啊哈 啊哈的意思 其实就是拍手顿足 就是拍手叫好啊 哇你们居然也有这样的光景啊 哎呀你知道吗 只是小小的 可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一个笑声 或者是当众向人取笑的 取笑别人的短处的一个 这个幸灾乐祸的这个笑声啊 其实你知道吗 神其实都知道 我们来看到这亚门人的光景 何其的惨啊 他们因为取笑了这个 犹大人的光 犹大人所遭遇的情况 以至于呢 圣经里面记载在 以西节说的 二十五章里面记载说 亚门人的地啊 必归给东方人 亚门人必遭到裂果 成为卤物 亚门人他们的 这个拉巴 这个繁荣的城市啊 必变成落陀场 什么意思呢 变成沙漠 因为沙漠才落陀 OK 一个繁华的城市 却变成沙漠 亚门人的地呢 变成羊群磐落之地 哇 亚门人的地本来是一个 非常 各处都非常富裕的 但是呢 却成为 这个草场 就代表他们 不再像之前 那么样的繁华了 看到只不过是一个 幸灾乐祸而已嘛 怎么何止 遭到这样的光景嘛 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这样子 幸灾乐祸的经验 我们再接着来看 这个取笑人的 童子也来看 另外一个 幸灾乐祸 的 在取笑我的同学的长相 我记得我有个同学呢 他考完试要到老师面前来领考卷的时候 当他从座位上走出来的时候 我就 我就 在这个座位席很大声地跟同学们讲说 哈哈哈哈 你看你看他 你看他 好像河马 哟 哇 我的同学笑成一片 但是那个被我取笑的那个同学 非常非常生气 哦 这个裂痕 我不知道我只是取笑而已 而且我觉得 就是个笑话嘛 大家开心就好 但是却成为这个同学心中很大的 被公然侮辱的一个伤口 这个同学一直到 后来信耶稣之后才跟我谈好 因为耶稣的生命在他的里面 他能够饶恕我 那个不经大脑 乱说出口的 这个 这个 不登大雅之堂的 这个 那个非常粗浅 短浅的生命 因为他信的主 所以他能够原谅 我感谢主 他信的主 不然的话 我想 我这个不经意的错误 真的是给人家留下一个 不好的 不好的一个基督徒的 生命的行照 我还记得我也有一个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当人跌倒的时候 或是遇到灾祸的时候 我很想同情人家 但是以前的我 我还没有信主之前 我深深的知道 我可以在我们里面的掌权 我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人家来告诉我 很悲惨故事的时候 我一定想关心人 可是我知道 我里面有另外一个黑暗的权势 就会让我取笑别人 我就会先哈哈大笑 哈哈大笑完之后 才回神过来 才去安慰人 我也曾经因为这样子的状况 遭到别人的呵斥 会觉得你怎么这么没有通知性 别人都已经在这样子的 这样子跌倒了 你还取笑别人 哇 当我被呵斥之后 我才知道说 我原来 我原来是这样的人 哇 这是我吗 我真的不敢相信 那个爱取笑别人的伤害的那个宋明慧 居然是我 也 哈哈 我不知道我现在 有没有更多的 博主基督来 我也相信 我的里面 有两个例 一个叫我上天堂 一个叫我下地狱 除非我更多 有上帝的话进来 更多的承认我是个罪人 我从保罗所说的 我是个罪人 就是罪人 我没有主 我没有办法主身 我没有主 我没有办法 有主的性情 更多的在我的里面 我没有主 我没有办法 有神光照耀在我里面的黑暗 可以入出这些的黑暗 入出这些不属神的 我没有主 我就是宋明慧 我就是一个人所看来 随时都会绊倒人的人 我没有办法 我从基督来 我们一起来看圣经上 这边罗马书三章 事节这里所说的 保罗告诉我们说 没有义人 连一个也没有 的确只有耶稣是义人 我们是因为耶稣 因为我们发着耶稣啊 因为我们有耶稣啊 因为耶稣 今天为我们上了十架 我们这些罪人 的罪归在他的身上 所以我们因为相信 可以承认心里相信 我们才成为义啊 不是我们因此就是义 不是不是只有主是义 所以没有义人 连一个也没有 所以我们以前都是暗昧的 我们以前都是魔鬼掌权 在我们里面的 我们如今有基督的光照耀 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才成为那光明的 我们才成为那光明的 才成为那个光明的儿女 但是呢 我们必须要更多更多的 常常我们里面的光 要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让主的光 进到我们的里面 把我们里面各样各样 各样隐藏在幽暗里面 甚至于不可告人 甚至于是在隐秘处的 我们都在这当中 被主光照 以至于我们真实的 可目给主用 成为主和用的器 再来我们来看 圣经上说 在诗篇119篇9节这边讲说 少年人怎么竭尽 他的行为 要遵循主的话 我们怎么样能够 越来越多的 我们的行为 能够与我们所信的相称呢 就是我们要更多的 照着上帝的话 照着上帝的提醒 照着上帝 透过圣经留在里面 圣经里面各样人的软弱 成为我们的警醒 成为我们的前车之见 以至于我们才能够 活出神的话 更多有神的话 更多有神的生命 更多的把神的话 藏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不得罪神 更多的能够彰显出 基督的荣耀来 在哥林多的后书当中 讲到的这句话 我相信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 最重要的一句话 成为每一位基督徒最重要的一句话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男士都要改变 当然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 是讲说复活之后 我们有一个复活的心理 没错 但是弟兄姐妹 你盼望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吗 你盼望在这属世的 虽然我们在这肉身的里面 但是我们就可以靠着主 改变我们肉身的罪性的反应吗 我们就可以改变吗 我们可以不要天天浑浑噩噩的 过生活吗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看 听 想 讲 行的当中 我们就改变嘛 也许一次的改变会失败 今天改变了 明天又打回原型了 也许这个月OK了 下个月又打回原型了 也许在人前是改变的 但是在人后 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又是打回原型的 也许在我们认识的 不认识的人的面前 是可以荣耀神的 在认识人的面前 在我们的家人的面前 的时候又是不荣耀神的 好不好 今天透过这个道 我们来更多的形式 主啊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不再是那个自我感觉良好的 帮助我们不是在在意别人给我们的评价 如何 我们之所以在意别人给我们的评价 乃是我们在意 我们不要让主羞愧 我们不要让主羞难 我们要成为主荣耀的见证人 我们渴望给主用 渴望我们的生命更新而变化 如果说我们的背面 就好像是我们的旧人的话 我们盼望我们的旧人与主已经同死 因为基督已经先为我们死 所以死的是旧人 当我们愿意活成新人的时候 会有个过渡期 就是当我们转到侧面的时候 但是我们要知道 耶稣死 耶稣埋葬 没错 这个旧人 我们不要让旧人复活 我有主的话 更多的进到我们的里面 旧人就会被埋葬 因为那个旧人已经不再属于我们了 现在活着的是翻到正面的新人 活着的是新人 是跟主一样 现在在天上的 我们的主不是只是定在十字架上 受死埋葬 不是他升天 他复活 他得胜黑暗的群士 于是我们也与主同复活 我们要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 我们要过一个新人的生活 我们没有办法再回到母父的当中 重生也不变 但是因为有主 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人 天天起床的时候就告诉自己说 主啊 我是一个新造的人 我今天比昨天更新 我今天比昨天更靠近耶稣 我们不仅只是唱歌的时候说 更加与主接近 更加接近 不是在口舌上而已 乃是在生命上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主啊 主啊 主啊我们要向你说 蛮多的时候 我们所一些不经意的反应 常常羞辱了你 常常使人绊倒 常常甚至连我们都不认识 那真的是我们吗 我们回家想的时候 回家献晚劲的时候 对于我们白天所做的 我们真是不敢相信 那真是我吗 有的时候那真是愁陋 那真是不堪 那真是羞辱神 但是主啊 谢谢你在我们的理念 我们知道我们来得及 只要我们有一个愿改变的心 我们都来得及 因为你说你不长久责备 也不永远怀怒 主啊 你总是用你的笑脸帮助我们 这让我们活得不太像你 但是主啊 只要我们有一个愿做的心 愿意活像你的心 主我们相信 我们就会心意更新而变化 而且日日被主更新 日日活出主的荣耀 使我们可以荣耀主的圣灵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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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